我上次要去韓國啊 我只是問那個 我們的另外一個新男 然後就說我們去韓國可以有什麼 他們有什麼當地的地培啊可以 然後他就出動了他的 他的朋友的弟弟還是誰的 然後就很熱情的來載我們喔 然後就很熱情的告訴我們 去哪一家餐廳好吃 反正我覺得韓國人還滿熱情 對 尤其是民宿老闆 我之前和珮珮兩個人 因為就是要去韓國看婚紗嘛 因為我們就是在開 台灣開那個韓式婚紗店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一開始到當地其實都不熟 然後我們就找了一間民宿 結果剛好那個民宿老闆他會說中文 他就是我們待在那邊五天 他就五天幫我們當翻譯 就是挨家挨戶的 就是跟各個那個 當地的婚紗店老闆做翻譯 幫我們做交易這樣 還幫我們殺價 就人超好後來就變朋友 他們看到外國人 他們會特別想要幫助我們 因為我發現在韓國 他們的英文真的是夠爛了 因為他們的菜單什麼英文 他們都沒有 然後每一次我吃飯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去韓國玩嘛 每一次我都不知道 我都是要看有圖片的東西嘛 然後就是我都不知道怎麼點 然後我就是坐下來 然後附身看我 我看他 他看我 我看他 我們就是這樣子 然後剛好... 然後就看出了一段感情 沒有 沒有 剛好旁邊有三個小弟弟們 然後他們都說 你要幫助嗎 雖然他們講了一些破爛的英文 但是我說 拜託 他們就幫我點菜啊 我覺得非常棒 那後來我就是自己一個人 跑去一個那個... 然後自己很邪惡的在玩 自己去遊樂園 怎麼會有人自己去遊樂園 為什麼不行啊 太悲傷了吧 不會 因為我沒有什麼朋友 你看我朋友都是這種破破爛爛的 也沒什麼錢啊 一直都沒有工作呢 我每次約他們出國 他們都說沒錢 沒工作 就這樣子嘛 而且你做雲霄飛車的時候 還面無表情 好恐怖 很可怕 但是還好我遇到了這兩個 一樣是兩個弟弟們啊 然後他們都看我 我在玩 我每次派對 他們就是跟著在我後面 他們都說 你在這裡嗎 然後說對啊 我沒有什麼朋友 因為我朋友都很爛啊 在那邊 然後說是喔 不然我們就一起玩嘛 然後還跑去買一個冰淇淋給我吃 然後陪我一整天在遊樂園一起玩 我覺得韓國人現在 因為我最近去韓國的發現 都是外國人在韓國發展 不錯 我下個月要去韓國 有沒有什麼朋友要介紹 可以招待我 你又... 前面剛剛英文爛 你又要去 又說人家英文破爛 然後又要去 因為我還沒有去搜尔 我之前去戴谷跟那個蒲山 搜尔 那你到底一個人 你一個人去到底是想要 就看一下韓國 不然我在上我們這個節目 沒有什麼故事可以講啊 那你也沒在講韓國的故事啊 你都在講鳳凰等啊 沒有 我今天講了兩個韓國故事啊 OK... OK... 超級超級有人情味 可能比韓國還要多 可能... 所以我的老婆的一個朋友 一個女生朋友 她的... 她快要結婚的時候 結婚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那個婚禮有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後來她的那個未婚夫分手了 那那個女生就心碎了 然後她就想要出國走走 可能恢復她的心情一下 然後我老婆就問我 她可以跟你爸媽一起住嗎 去芬蘭的時候 我就... 好啊... 那我就問我爸媽一下 她真的去我爸媽家 然後他們對待她很像一個小孩 一個月的時間 每天給... 煮飯給她吃 而且芬蘭的聖誕節是最有名的時刻 就最... 然後我恢復到她的很多情情 所以我覺得 其實芬蘭人超級... 可能對芬蘭人還滿冷漠的 可是對外國人超級超級熱情 芬蘭人不...不熱情耶 他們對外國人會超級 如果你對她講英文 還是破破爛爛的芬蘭語 他們就會覺得 你是外國人 他們就會很熱情地對待你 可是如果你是芬蘭人 然後就口音是芬蘭人 他們會覺得 那你幹嘛跟我講話 差這麼多喔 會耶 其實芬蘭人真的會耶 但是法國也是這樣 我們覺得法國人也是還滿有人情味 但是你不要去巴黎 我們法國人也知道 巴黎的人不會是這樣 因為他們都知道比較... 他們比較兇 然後就是大概是壓力的關係 住這麼大的地方的關係 但是如果你去南部 你去比較沒有人的地方 人情味非常好 因為沒有人嘛 對 對啊 沒有法國人 好不容易看到一個人了 好好招待 我常常也是都在法國去錄影 我年輕的時候也去錄影 跟朋友一起去 然後一個禮拜這樣散散 然後我們變感冒了 因為天氣比較冷 所以有去 那邊有一個像農人的房子 然後去 請你可以幫我們借一些棉被 因為真的很冷 沒有 然後他們有請我們吃飯 有給我們煮東西 都... 每一次都是這樣 沒有...沒有什麼有問題 你可以去問他們 他們會幫你 我的朋友去法國的時候 他們... 因為他們是外國人啊 所以有一天找不到 該怎麼打車回家 所以他們跑去 你們的資訊中心 可是他們... 有服務中心喔 對 那個服務小姐就是很濃密 因為... 當然我們... 那個朋友要問 我們怎麼打車回家 她說很...很濃密的 很隨便的... 就... 就這樣的... 訪問 告訴訪問 還有他們的英文都是很難動 對啊 大概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因為有很多法國人 他們的英文也是很爛 所以他們也不敢... 不敢跟你講英文 所以... 那邊就是這樣子 而且那法國人還會這樣 就比如說像其他國家的人 他可能就直接 不理你 不看你 或是指個地方就這樣嘛 法國人是會... 這個是巴黎的話 就會加一些 讓你覺得很... 自己好像很麻煩的罪死 不舒服喔 不舒服喔 你去南部 你吃幾溫 我跟你說 他們會幫你 一定會 你問男生 那如果小梁哥去的話 他要問鬼 你要買GPS 你要買GPS 還什麼GPS 那不是旅遊服務中心嗎 我去法國 可是我真的是去巴黎 然後那時候就是導遊 就跟我們說 如果你們要上廁所的話 最好就是去跟店家消費一下 那有一次我就剛好想上廁所 而且又有點急 然後我就到了一個咖啡廳 然後我就先跟他點了一杯咖啡 我還記得那一杯咖啡是 就是3.5歐元 就是差不多要100塊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我先跟他點 點完之後我再問他廁所 他應該也比較不會這麼臭 說不知當我點完咖啡之後 我就...就是要開口 就是問他廁所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店沒有廁所可以借 我想說蛤 怎麼可能就是因為他店還滿大 還滿漂亮的 我就想說算了 他可能不想借我 那我就說那你可不可以好心的告訴我說 這附近有哪幾家店 或是哪裡可以找得到廁所的 他也不講耶 他就說你可能要自己去問 或你自己去找這樣 你就一家一家去問 我就跟他說我很急了 他說他沒辦法 他幫不上忙 我想說什麼啊 超沒人情味的 我就已經很急了 想上廁所 你不接就算了 跟我講說哪裡有 也不講喔 我就想說在法國上個廁所 就是給錢以為就OK了 沒想到現在給了錢 買了東西 還上不到廁所 我就覺得超傻眼的 現在美國家在很多也是啊 可是消費他不給你上廁所 你去的地方 我抱歉你 因為法國有法律 如果就是買菜跟賣熱的東西 如果你可以做的話 不是待座而已 法律說一定要有洗手間 一定要有洗手間 就是我要在裡面用餐 對啊 但是然後也是 有很多地方 他們有寫 就是已經外面有寫下來 就是洗手間 就是客人可以用而已 但是你賣的一定會 之前金明帶他去新加坡玩 然後我全家人 都是把他當貴賓在招待 我爸爸媽媽都帶他去吃好吃的 然後呢 我媽媽還特地買了一些特產 給他帶回來台灣 然後他在那幾天 在我家玩的時候 骯髒一點都是我家 永遠幫他洗的 然後我還帶他去跟我的朋友聚會 然後我朋友都幫他付完所有的錢 就是都請他吃啦 然後就帶他去玩 然後直到最後一天 金明帶就說 欸 怎麼辦我花這麼多錢 我一分錢都沒有用到 他就真的沒有花到錢 這麼囂張 那什麼時候 你在新加坡我們可以去找你啊 對啊 有人就在這裡啊 所以你上次 上次他去新加坡的時候 你不在啊 我跟他一起去的啦 沒有 我是 沒有 應該是 沒有沒有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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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說我那個時候已經回去新加坡 然後他來找我 算了啦 那你什麼時候要回去新加坡啊 沒關係 我 還沒有計劃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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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你跟那個 Kim有認識 對 可是如果是陌生的話 新加坡其實超級沒有人情味 因為我爸爸不是是馬來西亞人嗎 所以其實我們以前回去的時候 靠我們家比較近 我們都要從新加坡進馬來西亞 所以我小時候很常在新加坡 在街頭流浪買東西啊 或者是住一個晚上什麼之類 那個人就是快 然後很急躁很匆忙 已經沒有人情味 像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還沒有很 沒有現在這麼高大 那時候還大概就是那種國小生 然後我已經是 我已經急進到一個要崩潰的邊緣 在一個百貨公司裡面 我是大包小包 然後自己背包包 然後外套又要滑掉 然後你知道走在很多人的那種人群中 你已經快要崩潰爆炸的時候 新加坡人看到不會幫你 而且還會撞你 你一個人 你一個人為什麼要買那麼多東西 為什麼不能 這是重點嗎 而且重點是 你自己買東西本來就應該自己扛啊 沒有人會幫你扛啊 而且有時候外套不想穿 你自己要拿下來 或者是你自己有包包什麼 你就是這樣大包小包 可是通常像我們在台灣 有路人看到就是你已經在 就是一直在發出那種造語 他們說有需要幫忙嗎 就台灣人會這樣 或是去巴西也會 他就會直接幫你把東西拿走 拿走 減輕你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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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講到最後最有人情味的還是巴西 巴西 新加坡不會啊 他就是走他的做他的 然後如果你擋到他的路 他會撞到你之後 他會 感覺你這個 就你障礙 我就覺得新加坡人真的有點太恐怖了 可是說到台灣喔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有人情味 可是有些地方我是有點不太懂 就是例如說 為什麼那麼多台灣人 對那個小林檢 好像是不看在眼裡 這麼說呢就是有一次 我跟他去吃個牛肉麵吧 然後吃個牛肉麵的時候 就是加一些麵 加一些肉什麼什麼的 就 欸 攬單來了 一百零五塊台幣 欸 我手上只有一百塊 就好尷尬吧 可是我就想辦法 就是好好招錢招錢 可是老闆這樣子看我的心 就說沒關係 這個五塊就不用交了 我覺得我好感動喔 然後這個會整整發生在 好多不一樣的台灣的地方 例如說你搭幾張車 對 你這張車可能你的 可能是三百七十五塊 欸 你手上只有三百五十塊 然後你可能找一千 對司機來說很麻煩 你就一直故意掏半天 對 然後一直不下車 然後後面的車是 然後就 好討厭喔 不過真的是台灣人 他們會覺得 沒關係啊這個五塊十塊沒差 這個在其他的國家 比方說美國 是不可能 真的 小貝掃給一塊臉 臭得跟什麼樣 你剛剛講說 坐車還有付錢對不對 因為像有一次我出外景 然後那時候是兩天一夜的外景 可是我們 我跟那個主持人 我們兩個是坐一台私房車 然後是一對情侶開的車 那一整天 兩天都是他們在開車 我就說 你們這樣子就是 就閒聊 因為有時候路途很遠 我說那你們這樣是多少錢 就要載我跟主持人這樣 因為其他工作人員 就是工作人員的車嘛 他說沒有啊 我們就是那個製片 還是什麼 就是那部工作人員的朋友 然後我們是當地人 然後想說你們來 我們就是沒有拿費用 載你們兩天 讓你們錄影 然後他們好到 除了沒有拿錢之外 就是比方說我們到 因為可能在嘉義台南 兩個縣市在那個跨著路嘛 然後他 我們就想說 台南有什麼好事 嘉義有什麼好事 我們每到一個地方 快錄完影的時候 那個開車的新婚夫妻啊 就是會直接拿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美食 說這個送給你們 當伴手禮 帶回去 就是他們除了 免費載你兩天之外 還幫你買了當地的美食 真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 怎麼這麼有人情味 其實人家說 見面三分情嘛 對不對 你要人家熱情的對待你 自己也要展現出誠意 沒錯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